上回说到,白施展魔镜冰镜,把佐助团团围住,然后整个人钻进了冰镜之中,接着每块冰镜上都出现了一个白,卡卡西一看情况不妙,就想过去帮助佐助,却被栽不展给拦了下来。 随后白对佐助说道,来见识下真正的速度吧,说着一发飞针丢出去,刮破了佐助的衣服,接着无数根飞针刺向佐助,速度快到他根本看不清,还把他手里的苦无打飞了出去。 此时佐助根本无法躲闪,只能抱着头嗷嗷叫,小鹰捡起吊在地上的苦无,给佐助扔了回去,然而却被白中途截胡,这时远处突然飞来一发手里剑,将白从镜中打了出来,众人都是大吃一惊,但随着一顾浓烟过后,一个人出现在大家眼前,这个人正是我们的主角,意外性No.1忍者,漩涡明人。 对于明人这种高调的出场方式,卡卡西表示很事无语,随后明人打算加入这场战斗,刚要施展多重影分身,再不斩就向他扔出几发手里剑,看着飞来的手里剑,明人还没来得及躲闪,却被白给挡了下来。 卡卡西他们懵了,这俩人怎么还起内讧了,面对再不斩的智慧,白的解释是,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场战斗,这时受到冷落的佐助表示很不开心,向白扔出一发苦无,刷一刷存在感。 白则是微微后仰轻松躲过,明人这才注意到被冰镜包围着的佐助,白决定先干掉佐助,再来收拾明人,然后就又回到了冰镜中,再次对佐助展开了非真攻击,此时的柱子浑身是伤,依旧无法还手,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外面的明人,希望他能从外面发起攻击,破了白这个忍术。 然而下一秒,明人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,嘿,我来救你了,开不开心?这波操作直接把小伙伴们惊呆了,气得佐助和他骂了起来,果然这个明人靠不住,还得自己来。 佐助认为这冰镜是水形成的,那就用火炖吧,然后就对着镜子吹起了火,但是大火过后,冰镜却一点事没有。 随后白光一闪,白又开始了非真攻击,这次明人一起和佐助嗷嗷叫。 白一番攻击结束后,明人也没打算坐以待毙,用处影分身开始了反击,却连白的近身都无法接近,瞬间就被消灭了全部的分身。 白解释道,他这个术是利用镜子的反光进行移动,所以速度非常快,对于他来说,明人他们就好像是静止一样。 哈卡西听到这话露出惊讶的神色,他知道这忍术属于血迹限界,和血轮眼一样属于家族遗传性质,一般情况下只能有血缘关系继承。 所以白这个忍术,即便是号称copy忍者的他,也无法复制。 哈卡西听到明人和佐助不是白的对手,现在只能快速解决掉赛不斩,才能去救明人他们,随后也不再啰嗦,打算用血轮眼来速战速决。 赛不斩将他又要亮出血轮眼,掏出苦无,就要戳瞎他这只血轮眼。 这哈卡西躲也不躲,直接来了一招空手接白刃。 为了不让哈卡西复制他的忍术,赛不斩施展乌影之术消失在了他眼前。 随即空气中升起大雾,擅长无声杀人数的赛不斩现在占据了优势。 卡卡西赶紧让小英去保护达兹那,果然赛不斩的目标也正是他。 大雾中,赛不斩突然出现在达兹那身后,龟起大刀就要结束他的生命。 好在卡卡西及时赶过来,用自己的肉身挡下了他这一击,一击没能得手。 赛不斩就再一次消失在了大雾中。 佐助在名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中,终于找到了一点突破口。 他用火盾在白的身上留下了一点痕迹,随后他让名人往外跑自己来掩护他。 就在白出来阻止名人时,佐助抓住时机吹起了火球,却被他一个翻身躲了过去。 接着白一针刺住了佐助,下一秒又出现在了名人面前,一脚把他踢了回去。 一瞬间完成这一套操作后,白又静静的回到了冰镜之中。 虽然佐助掌握了一点白的运动规律,但是现在他们的形势依旧还是一边倒,无论他们怎么尝试,都无法逃出冰镜的范围。 名人最终由于体力不支晕了过去,就在白准备要结束这场战斗时,却见佐助捡起地上的飞针,竟然挡掉了他的攻击。 惊讶的白看向佐助,只见他的双眼已经发现了变化,他竟然也开启了血轮眼模式。 见到佐助的血轮眼,白知道自己的行动已经完全被他看清了,就把攻击对象转移到了名人身上, 企图用名人来左右耳打扮佐助,随即朝着躺在地上的名人扑了过去。 佐助按道一声不好,赶紧保护我方名人,然后生生替名人挡下了白的攻击。 苏醒过来的名人,看到为了保护自己,弄得遍体鳞伤的佐助,那可是心疼坏了。 这时佐助也终于体力不支倒在了名人的怀里,看着倒在自己怀里的佐助,名人心中对时白敢交集。 他慢慢地把佐助放在地上,随即周身爆发出强大的红色茶可拉,逼出了插进体内的飞针, 身体也紧跟着发生了变化,嘴里长出了尖尖的獠牙,眼睛犹如狐狸一样。 强大的茶可拉聚在他头顶,形成了一只红色的狐狸。 远处的卡卡西和再不展,感知到这股茶可拉皆是大吃一惊。 卡卡西暗道不好,这是九尾的茶可拉泄露了,看来这场战斗真的不能再拖了。 随即打开一个卷轴,左手沾了身上的血往上一抹,接着又跳了一段艺术体操。 双手结印后往地上一按,施展了通灵之术,大雾中的再不展轻声笑道, 没用的卡卡西,你是无法捕捉到我的气息的,就等着慢慢的被我折磨死吧。 这再不展刚装完毕,就听到了强烈的轰隆声,下一秒地下钻出几条大狗,将它死死咬住。 卡卡西回道,没想到吧,我养狗了,虽然看不到你,但是你身上的气味可是抹不掉的。 这还不止,再让你看一个好康的,随即他双手再次结印,手上聚集出强大的查克拉,犹如雷电一般肉眼可见。 这一招正是他原创的忍术,雷切。 卡卡西也不再废话,冲向再不展,就要给他的最后一击。 战场另一边,只见名人四脚着地,面色凶残地朝着白飞奔过去,白竖发纷针打在他的身上,却又被他弹了出去。 随后,只见名人一拳就打碎了一面冰镜,从镜中出来的白,就要给这个不听话的孩子扎扎针, 被名人旋转跳跃着躲了过去,紧接着名人一手抓住他,另一只手攥紧拳头,狠狠地照着他的面具打了过去。 这一拳直接打着他怀疑人生,然后飞出巴掌远。 与此同时,白的忍术魔镜冰镜也被解除了,冰镜全部变成玻璃渣子掉了一地。 名人并不打算给白喘气的机会,一个剑步又朝他冲了过去, 此时的白竟然放弃了抵抗,准备迎接名人这致命一击。 然而破碎的面具从他脸上脱落,露出了面具下那张精致的脸。 看到这张脸后,名人突然停下了自己的拳头。 他惊讶地看着这张脸,这不正是那天清晨和他相遇的女装大佬吗? 对于这个曾和自己有过一面之交的少年,名人无法痛下杀手, 只能狠狠一拳将他打倒在地。 白站起身后,先来了一段回忆杀,然后因为自己被打倒了, 觉得自己实力不够,没资格再做再不然的小弟, 就请求名人杀了自己,名人起初是拒绝的,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,不是你死就是我活, 也就答应了白的这个请求,然后就掏出苦物朝着他刺了过去, 此时的白也闭上了双眼,迎接着死亡的到来。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,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,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。